資本太雄厚了 我毫無事接到很多電話 大家都說要哄哄 結果我跟他說我自己也沒有 我也拿不到 妳就不要搞錯了 不好意思 我民進黨發言人 我沒錢也沒有 對 現在如果有一些朋友 現在來聽音的 先跟大家主目介紹 我們是今天的主持人 這位是我們 我們美女發言人 薛承毅 這位是我們帥氣的 基隆市議員張志豪 早餐店的那種帥哥的意思 不要 這是我叫做張志豪 我是給人騎的基隆 帥哥蛋餅要不要加蛋 是 那其實今天 會特地讓我和志豪來 其實在我們之前 有非常多更棒的前輩 是更能夠來做主持的重責大任 但是非常感謝民主進步黨 在這個33週年的黨慶 這麼重要的一個生日的日子 把這樣子的主持機會給我和志豪 我們都是算是 近年新的年輕的 很資浅很資浅的新黨員 也是新的政治工作者 我覺得民進黨 其實很可貴的一件事情 也是這一點 就是民主進步黨 從來不會放棄 要讓更多的年輕朋友加入 傳承、突破 讓更多的人看到民進黨 不斷的在突破 民進黨有一有一多的年輕人 願意來支持 讓這樣的政治工作 能夠有更多年輕人 不斷的在突破 在這裡我們優秀的同志的黨員 很多現在還在等 一個廟 一個廟 全國所有的元氏 由法國、中國、東國、南國 所有的重情的東西 大家都在為了2020 在努力、在打拚 所以說 今天的輪到我 輪到我是這個原因 輪到成績 當然是因為成績很優秀 輪到我就是因為 我們有很多優秀的東西 現在兩個前線正在戰鬥 2020是一個絕對要贏的戰爭 絕對要 絕對要把台灣繼續的 把它繼續贏下去 所以說我們當然是 今天我們就在這邊 就是讓小弟在這邊 不好意思 抱歉 讓我在這裡 來跟大家作為主持 希望大家不欺騙 對我不欺騙 對民進黨要全力的支持 無欺騙是一個三分就好 全力的支持 十幾分、十五分、一百分 把它支持下去 謝謝大家 謝謝 其實這個台灣派對 會叫台灣派對 台灣Party 也是因為民進黨 除了讓民進朋友 有政治參與的工作之外 我們也希望像33周年黨慶 這樣子盛大且重要的日子 也能夠更多有貼近 現代民進朋友們 會有興趣 而且能夠投入的相關工作 像剛剛提到的後續後面的展覽呢 在這個展覽的現場 有打卡的活動 不知道現場的前輩 其實我知道現在有我們的主持 不用說什麼年輕人 還是四大人 其實... 對,大家都會打卡 大家都會打卡 如果沒有必須 也拜託各位 來幫我們到後面的展覽區 可以去打卡 這個打卡活動的現場 只要你搜尋到台灣派對 或民主進步的字樣 然後拍到這個... 有交友台灣派對 或拍到民主進步 然後拍到打卡之後 加上HASHTAG HASHTAG就比較困難了 剛才要HASHTAG 就是緊緻啊 緊緻好了,對 緊緻 HASHTAG加上民主跟自由 就有機會得到限量的民主注字 跟民主進步報 我們也為了今天活動 特地編制了一份報紙 叫民主進步報 那這其實裡面有寫了很多 過去版的故事 還有我們台灣的一些民主故事 那它裡頭的那個注字啊 注字這個... 知好,我知道注字是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是注字 注字就是以前 不像現在啦 現在那個手機按一按 印表記就可以印 以前印東西 是都要一個一個字排 是 台灣版之後在整篇報紙 或整篇文章印出來 那一個一個的字就是 它都是靠一個一個字 是注出來的字 這個注字呢 我們這次有特別請 台灣的老公益的注字海 幫我們做出了一個 黨徽的注字的那個... 怎麼講那個... 它就叫注字啦 其實我這樣講的話 我不知道大家能夠理解 但那個是限量的 我今天就有加一百分一樣 所以說要進... 限量是殘酷的 沒錯 你要趕緊打卡才會拿得到 我是因為我現在當主持 我沒有辦法去搶 我們現場 這樣漢漢人經常唱 哪有可能唱得到 所以要趕緊 漢漢人經常唱 一定是唱得到的 所以要趕緊 這樣把握機會 對,除了我們後面的展覽之外 其實現場還有兩台的帳篷 只好剛剛來現場之前 有沒有先去逛一下 沒有 沒有 我有整個帳篷的地方走過 女兒子 女兒子跟全身鼓掌 有全身鼓掌嗎 是 我們這次的市集的主題 叫做台灣力市集 台灣力市集 我們今天這個... 台灣力市集 這台電吧 公公 這不是為特地廣告 台灣力市集 也是因為今天我們特地邀請到的 這些市集的夥伴 都是跟我們台灣的故事 文化、藝術、土地 有關的一些相關的 攤位的夥伴 像這個裡頭就有一些 跟農業相關的市集 譬如說這個 攤位 譬如說像漫島生活 或者是像我們的 洪順新 洪順新彩色農場 還有它的彩色農場小學堂 這些都有很多 跟我們台灣農業有關的一些 農產品 或者是一些相關周邊 也會透過他們的一些互動故事 來認識我們的民主 或是認識我們現在台灣的一些土地的故事 我們的市集還有很多很精彩的攤位 跟我們所在帶來的這個產品 當然還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基金會 以及我們在這裡 大家所關心的各種的議題 但是呢 我們等一下在下一個階段 我們再繼續介紹 因為現在呢 我們下一個表演團體 已經快要準備好了 已經在準備了 這個團體 這個團體叫做